亲爱的网友们 大家新年好 我是周德俏 今年 又没有回又没有回家 这几天罗斯 外面下雪又下雨 所以 一直猫在屋子里睡觉 今天天气比较好所以就出来走一走啊 你看这个大街上啊 这个南京的大街上 这个 大红灯笼高高挂 哈哈哈 这是一副是吧 节日的气氛 说来话长了 这个一转眼啊 我来南京 也将近 将近十年了来南京 是吧有点像南京人但是啥呢 但是说 仍然是个屌丝是吧 你在这在这这城市没有买房子 你就不能说你是这边的人是不是 这个街道啊明显的感觉了啊 这个人变少了哈 南京虽然说有将近 800多万人啊 但是大多数也是绝大多数还是外来人口多一点啊 真正的本土的南京的人 少量的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你看一过春节的时候 这明显了啊 人少了很多感觉 不过还好啊 我恰好喜欢这种感觉啊 十年了啊 我从 毕业哈从零八年从学校的跑出来 啊一转眼也就是 啊一转眼都十三年了 你说 感觉就是 啊这十三年感觉就像 你就是 怎么说呢怎么怎么形容那个时间过得快呢 就是感觉就是一念之间就这么快啊 但是也很感慨啊 啊 我从学校出来之后啊 第一年第一年的话我去了那工厂 啊像富士康都去过的啊 因为当时刚从学校出来不想看什么字给字打的打交道的都不想 都不想去 都不想去看啊 所以说就随便找了一个流水巷去 工作啊工作了一年 一年之后我就出来 一直做业务了 然后在南京一直 然后就一直在跑到了南京 一直在南京呆着 一直在做销售 然后各种各样的销售啊 当然有人说啊这个销售 很好很好是很赚钱怎么样 说句实话 我们这帮做销售的 都是背皮无奈了 去做了销售 啊很多人如果说 一个月能拿个一两万的工资 我估计没有人愿意做这个销售 就是说白了这个活是没人干的 啊 十年 十年的销售 销售生涯 是啊 从最初的 啊最初的时候我刚开始做销售的时候啊 啊 你比如说去应聘的时候 啊感觉到 啊感觉到微微诺诺的那种感觉啊 啊 什么有的时候人家什么 HR说点硬话 咱就感觉到 好像都要顺着他说一样 是吧 咱们现在在过去应聘是不是啊 不是说他在牵着我我说什么了 是啊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是不是啊你HR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老板又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不对啊我们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啊 我和老板我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关系对不对啊 我们就那么硬气 是吧你之所以招人 是因为你需要人对不对啊 你别必要给我给我狂在我面前对不对 咱就有这种硬气了对吧 那这是这也是一种成长对不对 咱面对客户的时候 是吧比如我之前说那个金融吗 哎呀这个客户那么有钱 是吧动辄几百万 是吧 好几十万的刚开始 十年前感觉到几十万就很很多钱了 感觉到自己就是个屌丝是不是 我给我的领导说我说我感觉 我感觉我就不敢给他们讲话 是啊 人家那么有钱我这么吊事 是吧咱去给他讲话感觉到是不是说 这个差距太大了就是感觉有种自卑感啊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啊现在 是 在面对那个上千万买上千万别墅的客户 是不是 咱们之间也是完全平等的对不对啊 是吧你有一个亿 是吧你有两个亿 是吧给我有毛线的关系啊是不是 如果说你不在我手上成交 是吧我在你身上赚不到一分钱 那你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的是不是 你有一个意义是不是 你给我了吗 是不是 是吧我早晨吃吃饭是吧煮房子 我向你要钱了吗 对不对 那面对一个乞丐我在看到一个乞丐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乞丐也没有给我要钱对不对 所以 一个亿的人在我面前 如果说他没有在我手上成交 那么他在我的眼中 和一个乞丐没有区别 是吧咱现在就是 我和任何人是这咱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销售这样的一个洗礼 是在我们的内心可能还没有那么强大 是不是 这就是我做了这么多点 也是做销售 不断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对吧 那 当然也很多很多 当然 我想说的是 我们付出了很多 仅仅光得到成长就不够的 是不是 我们觉得 我们我们这么多年10年10年多了是吧 为什么还是这样屌丝 是吧 我最近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付出没有得到回报 这是我想思考的一个问题 也是在未来我想解决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我要奋斗的一个目标 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 为什么是 为什么说我们活得那么苦逼 为什么说我们活得那么苦逼 感谢观看